哈囉大家好 這個修賽季提到國聯東區 相信大家最常講的一句話大概就是 教室對著挖到石油嗎? 一改過往小市場經營的風格 今年拿出無敵大合約綁住Fernando Tatis Jr 更在自由市場拿到打筆修友 Black Snail 兩位王牌等級的投手 甚至連韓國遊擊砲金河成都拿到手 但是有錢真的能買到快樂嗎? 國聯東區其他三隊開始進入重建期 讓開始收割年輕新秀戰役的教室隊看到希望 也使了近兩年看到一點成果後 決定在今年ALL IN 賭上一把 豪質重金就為了與稻奇一絕高下 而在大聯盟官方釋出的季前預測中 看好教室隊有92.9%的機率晉級季後賽 但是預估勝場數96勝 還是輸給稻奇的103勝 這中間的差距可能在於Trevor Bauer的加入 還有稻奇的外野真的太過豪華 教室隊方面有幾位球員的表現 會是影響到球隊能走多遠的關鍵人物 Jewel Rickson Profile 在去年縮水賽季打擊率創下生涯新高 今年如果樣本數一拉長 表現可能無法維持太久 再來是Transgression 這位即將成為大聯盟三年級生的球員 去年成績突飛猛進的WAR值是全隊的第三高 59場的初賽就轟出18拳雷打 能否複製貼上到今年相當關鍵 同樣身為大聯盟年輕失利的還有二壘手 在各項打擊數據中都有很好的成績 但是二年級生陣候群 會不會在今年發作 也是球團最害怕的地方 總結東區呈現兩強三弱的情況 稻奇隊的目標絕對是二連霸 而教室隊去年季後賽第二輪敗給稻奇隊 今年的目標也很明確 就是闖進世界大賽 新賽季兩支球隊如果能正常發揮 很有可能又會在季後賽碰頭 兩強對決必有一傷 你覺得這兩支球隊 誰會成為2021國聯王者呢? 歡迎在留言區說說你的答案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掰掰